接位 丢风也是很快 王林丢风也是很快 连续失误之后 这个王林的球都不敢往边线打 都打到中间 戒内 这是近乎一个追尘球 对 固执补决当中 王世贤也加快了速度 这球戒内 应该是戒内 这是好球 好球 现在还不能掉以轻线 13比8还落后5分 我们接位 这一分 这一分 王林还是有独感放 14比8 这是决胜局的比赛 第一局21比16 王世贤获胜 第二局是21比18 王林扳回 看来这是来自浙江的拉拉队啊 对 又是一个戒外球 这一局打出去的话 王世贤应该可以拿分的 王世贤也是在试图加快速度 而这个人感觉 他这个体能这个极限期 就跟马拉松比 但是极限期好像已经 多少度多了一架 所以还想把这个 但他这一局是在顶 还能不能逆转一下 在顶 对 但是从场上这个跑动啊 包括场上的控球啊 已经7比8已经落后了9分了 应该对王世贤来说比较困难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一场比赛当中的 王世贤的表现 他的意志品质 玩强的这种作风 灵活的这种打法 特别是打得很聪明 对 但是应该说呢 如果说王世贤 给我们感觉呢 就是身体还稍微担保一些 所以在今后的这个训练当中 可能在体能上 在力量上的训练 也会加强一些比重 对 其实从体能来说的话 他应该是还是非常不错 但因为是这个比赛 比如说一天打两场球 如果单打来说的话 一天打两场 那对他们这个球员来说 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因为从国际比赛来说的话 基本上一天 打两场的机会不是很多 再加上就是一个比赛 我们等于说是前面还有团体赛 然后再接着再打这个单向赛 所以整个的场次会 会比较多 比一个公开赛的这种体力消耗 比较大 18比9 18比9 好球 这球打的特别不是说给你这个动蛮力 我打的巧一巧致胜 所以打的也很聪明 有时候这一年会在大比分领向的情况下 自觉不思觉的会有一点点松 对 稍微有点松懈 因为他们也做个调整 对 这是一个滚瓦球 今天的比赛比赛 王世贤已经几次打错了一种纯瓦球 王宁刚才几个阶段已经是非常顽强了 这有点像南云年 当然我们看到南云年这个林丹 自己是独闯的这种 滑行距离很长的这种 失去失去平衡以后的这种 防守就球非常漂亮 对 玩的能力就明显不一样 这野猫球对起来的要求 这个是很棒 现在是又连丢了几分了 11比18 这球王宁在判断在对方一出手 他就已经判断这球要出界了 他也想要事先把这个球打得更尖一些 两个这么说 两个都是这个地方 一模一样的机会 19比11 好球 突然一个头顶的一个掉球 一个简历 倒是打乱了对方的这个节奏 现在到了赛点20比11 应该说王宁拿下这场比赛 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这样他将为浙江体育代表团 获得一块宝贵的金牌 看看这个球 打到底线 掉往前 再直线一个掉 连续掉球 随着王志贤把球打到界外 这样浙江小将20岁的王林 就以21比11 比较大的这个优势 获得了决胜局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总比分2比1 战胜了江苏选手19岁的王世贤 夺得了中华人民股华国的11届运动会 羽毛球单向女子单打的冠军 获得亚军的是江苏选手王世贤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应该说 确实打得非常精彩 我们再请 中国羽毛球队的副总教练 田铭一指导 把这场比赛总的印象来谈一谈 这场比赛确实是一场 非常高水平的比赛 从这个王世贤来说的话 他已经是进入他的最大的 锁能 然后去完成这场比赛 虽然最后没有能够 取得最后的胜利 但是他确实已经是尽力了 而且是在场上 整个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 而且他也能够一直坚持 自己的这种打法 他只不过是到最后 在体育方面会出现一些问题 因为前几个比赛 就造成了这种体育消耗很大 所以在这场比赛里面呢 他显得在体育方面来说 确实要跟对方来比的话 那就要差一些 从王林来讲 他确实这场比赛 可能怎么来说 他的战术运动应该还是非常成功 可能有时候是 因为对手防守是比较好的嘛 防守多派能力也比较强 对手防守比较好 那就如果是说 无谓的这种去强攻 去强攻的话 也会肯定给自己造成一定的失误 那他在感觉到对方 只能消耗的情况下 从对方去打控制打多派 然后寻找机会去打变速 所以说我觉得 王林今天整个的战术来说 应该是运动还是非常成功的 好 感谢田明一指导的精彩的点评 等一会儿我们来看 最后一场争夺冠军的比赛是混双 由湖南的郑波田径 迎战解放军的何汉斌和赵婷婷 好 稍后见 超乎想象的三级 超乎想象的三级